有话有留言询问这个视频里的三颗蝴蝶蓝 现在怎么样了 把我给问住了 其中有一颗 我忽然觉得是哪一颗呢 我已经搞不清楚哪颗是哪颗了 所以我就努力的去找了一下 所谓的努力去找 也就是翻看了以前的视频 终于追踪到了 既然已经追踪到了 就交代一下吧 这三颗花里头有两颗是花谢之后打折的 状态很不好 有一颗是花正开着的 先看花正开着的这颗 就是这颗 这颗花开的时间超级长 从我买回家到剪掉花梗 差不多将近五个月的时间 所以在某一期开玩笑说 它不会是塑料花吧 这颗是在122期 缓了盆 在127期 剪的花梗 这花才彻底卸了 花梗剪下来之后 我拿去繁殖了 成功了 也有小苗出现了 就在这堆苗里 这些苗也 你能猜到是哪一颗吗 对了 就是最前面这颗 打开看看 已经有根了 也是插到那个扦插瓶里去繁殖的 它长得很快 非常快就长了芽 长了根 当时是插进去三节嘛 只有这一节长根了 另外两节也有苗 就是这俩 有一个刚有一个古包 没怎么长 然后有一个小叶子也不小了 但是没有根 就这俩 最近温度低 所有的苗 包括大蝴蝶兰 都长得很慢 这就是塑料花的母株了 叶子长得还行 刚出了一个花芽 还挺小的 它剩下那节花梗 居然也没有黄 真是有活力啊 看左边的叶子 有一片叶子的上下 都有东西鼓出来 这棵是这么长的吗 一长就上下都长 它右边长花芽 那个叶子也是上下都有东西 上面是花芽 下面是个根 难怪它的花芽长得也不算快 这么的三星二亿 是二亿啊 三星四亿了 一口气长这么多东西 有点忙不过来了吧 这颗我倒是一直知道 它是哪一颗 我没有把它忘了 但是这颗我真是忘了 是翻视频翻出来的 我确认这就是其中的一颗打着花 它是历经盆栽水培再盆栽 现在的这一盆是在第134期换的 目前看叶子还行 根儿埋起来看不太见 但是上面又在长一个新的小根 但其实我有点失望 那这个季节应该出花芽吗 它没有 在比较有可能出花芽的这片叶子的下面的旁边 还出了根儿 哎呦这个花芽估计又遥遥无期了 但是有可能出花芽的这个位置的颜色 倒是有一丢丢不一样 希望是它里面藏着的花芽 要开始萌动了 但这只是我的希望 它是不是这么想的 我还真说了不算 当时不是买了两颗打直花吗 就活下来这一颗 那颗已经挂了 挂的原因是 我第一次试用高蒙酸甲水 配的太浓了 估计是给烧死了 那次错误的使用高蒙酸甲水 是在34期 在第85期就宣布了那颗死亡了 这三颗花历经一年 就是这么个情况 这一颗花来说 再次温暗了 接下来 再次温暗了 这次温暗了 那次温暗了 这次温暗了 就是这次温暗了 就温暗了 在空中 那次温暗了 我这次温暗了 这次温暗了